iOS 17.1.2即将发布 字节跳动推AI新业务Flow 据报道 苹果本周可能发布iOS 17.1.2 专注于错误修复 iOS 17.1.2可能解决iOS 17.1.1上仍存在的WiFi连接问题 与iOS 17.2 Beta版本中相似 这时继iOS 17.1.1后 苹果本月的第二个错误修复更新 iOS 17.1.1解决了影响iPhone 15系列的BMW无线充电问题 以及天气应用程序小组件无法显示雪花图标的问题 iOS 17.2目前处于约一个月的Beta测试中 包含诸多新功能 如Journal应用 iPhone 15 Pro上的空间视频录制功能 以及操作按钮的翻译选项 字节跳动最近成立了一个名为Flow的AI部门 由字节跳动技术副总裁宏定坤领导 据悉Flow的主管是字节大模型团队的朱文家 Flow主要聚焦在AI应用层 已发布了豆包和CC两款产品 同时还有多个AI相关创新产品正在复化 在业务和架构调整仍在进行的背景下 字节跳动从飞书 抖音等各个事业部调动人才 致力于在Flow推出一款新的C端产品